基本上這是我們這一堂課 我們在這裡有一堂課叫 近現代中國基督教史 那這是這個學期的第一次的演講 那今天演講很容易請到 我們大學哲學系的這個 曾經報老師來為我們做一個獎題 這個漢語基督教思想始終關於 歷史上的耶穌的爭論 從基督科學人也到革命者耶穌 那曾老師是以前我在中原大學碩士班 時代的老師 那但是除了必修課以外 從來沒再繼續選過他的課 因為他的課實在是 潔虛敖雅又好像是 巧不及 不是啦 這個個人的這個悟性啊 有限 好大 不不不 個人的這個悟性知識有限 所以這個這麼深奧的課程 就只能在旁邊觀望 沒有辦法親自他的這個思想 那這個 鄧老師現在在輔仁大學 在哲學系 哲學系這邊擔任教授 那 這幾年他的一些的研究呢 有一些轉向 就如很多的學者 在他們的生命過程中 可以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 在遇到一些的 不管是 可能是 人生上面的一些 一些世界 或者 錯 什麼意思 講錯 或者是有一些 啊 可能一些個人經歷 導致學師的這個路線 有一些轉換 或者是 其實學者也是常常要 扮演這個跨界這樣的一種角色 要常常去挑戰自己 啊 不知道自己有興趣的 朝新的題目去發展 那 鄧老師剛開始是做法國哲學 做 法國馬斯做批判理論 那 啊 最近幾年呢 他轉向他的本行 就是歷史 他是歷史系畢業的 政大歷史系 那後來就是轉向了哲學 然後來到台大去讀哲學的博士 現在他這邊幾年再次轉向了這個歷史的寫作 那相信大家可能都看過那一本書 這個約瑟和他的兄弟們 老師爬梳了在過去 這個台灣 哦 這個對 就是這本書 要傳閱嘛 賣了 賣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不公開不傳閱 想要知道裡面的這個 好 內容的話 請再會後 向老師購買 啊 向周老師來購買這本書 這本書就提到在過去一段時間 啊 這一個 啊 所謂的一些黨國基督徒 還有一些的這一個 台灣教會過去的一些 可以說是一個裂痕啊 過去的一個傷害 要把這個事情把它 啊 放上檯面上來討論 那我們知道要邁向和解 有的時候要先面對真相 所以這本書 對於台灣教會史 的這一個書寫跟發展來講 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意義的 那 鄭老師最近也開始 這幾年 大概十年來 也開始 啊 有討論一些關於這個 中國基督教史的一些議題 比較是思想史 而不是純粹是歷史的爬書 那最近有一本新書要出叫做 洪 洪 洪星女十字架 洪星女十字架 那 應該這一個 這本書就跟今天演講 應該有一點關係吧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是下一本書 下一本書 那今天也很榮幸這個趙小洋老師在我們中間 老師你是武漢 對 中國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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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實驗 近來實驗就所研究員 這個趙小洋老師 他也是在這個領域當中 非常出名的 做中國教會史 非常出名的一位學者 很榮幸今天也來到我們當中 好我們就不多說 把一下時間交給曾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多說幾句趙老師 趙老師 在中國基教研究這個領域裡面有兩個強項 一個是對青年會的研究 一個是進行他去研究的聖經中 正義翻譯的一些意思 所以這兩個領域 想到的話 就想到趙老師的 跟這方面的貢獻 那麼 我這塊東西 呃 其實是一個 龐大的研究計畫 來到尾聲啊 就是這本書 異季零年要出版的 那是其中的一章 稍微介紹一下 這書的書名叫 金氏革命 金氏就是 往生以來那個金氏之學啊 我喜歡稱這個公共神學 叫金氏神學 比較符合 這個 中國學術的用語 公共這個概念很外來 用金氏 金氏神 金氏以革命 中國基督教的激進思潮 從1901年到1950年 那麼 其實 整個耶穌的問題 在中國的近代思想 民國思想史的發展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話題 就是說 中國的基督教沒有像西方那樣 可以在他的歷史發展裡頭去 討論諸種教義的問題 因為時代的 這個 課題跟尖銳的衝擊 不斷始終都圍繞著 基督教死想死的這個範圍 因為放到整個大的世界 基督教思想死的發展 我認為有些問題是 銜接的喪 這個銜接的喪一方面是 成聚了 歐洲 19世紀以來 對歷史上耶穌的討論 對歷史上耶穌的爭論 然後下開 整個後來大家所所謂的 南美 南美為主的那個解放宣傳 換句話說 如果用時間點來看 中國的這個激進的思潮 關於革命者耶穌 源於歐洲的爭論 歷史上耶穌 再來 他最早產生了一個 跟解放神學一樣 主題跟思考的那種思潮 所以如果要改寫世界 神學史的發展 解放神學的這個運動 應該從南美帶到民國時代的中國 所以這是我這本書有一個 重大的一個目標 或者意義 就是說 可能歐洲人會問到底 中國接受基督教 在整個神學史上的意思是什麼 以及在整個世界神學史上 中國基督教有 有哪一些獨特的貢獻 或過去被少提到 或者遺忘 或者陌生的東西 所以這是我整個 大的 世界基督教思想史的 脈絡裡面去 去處理這一段 的思想 那歐洲 神學思想史觀 意識上耶穌討論 這樣一百年 這一百年過程當中 大家都 覺得 祈福是 完全圍繞著 到底存在著 這樣子的一個人物 有沒有所謂的 Historical Jesus 這個存在 所以各種聖經的討論 歷史批判法 一致的影響著 歐洲這一百年的 神學中向的發展 而漸漸的我們也知道 在新約或者在 基督論的討論裡面 把歷史上的耶穌 跟信仰的基督 都 分開了 所以這裡面有一本書 很重要的就是 史懷哲的 歷史上耶穌的 真論 這本書算是 把過去 一百年來 爭論的一個總結 而這個史懷哲的 論點 總結的論點 是被中國基督 所拒纏的 但有人會在說 是誰把他的論點 聚成 所以從那個 大衛史和老師 耶穌傳 一直到 Everswise的 歷史上耶穌的真論 這是整個歐洲 在神學發展裡面 一段 非常重要的 這個 思想議程 那隨著在中國的 思想脈絡裡面 對基督教最大的影響 莫過於就是那一場 1922年的飛機運動 所以這場飛機運動是 可以說是 還持續還發展當中 因為 對基督教的 批評跟 激烈的反對 從這場運動 有遺留下來的一些 思想的主張 還被目前的政體所承聚 包括 基督教是 基督教是 帝國主義的 這個說法 這都是從這個飛機運動 以來 一直延伸 基督教在中國發展 在我們的評價 來看 其實是原來很有 前景 這種前景 一種承擔 承擔 所以 這場運動 我們也知道 就是因為這個大會在 中國召開 1922年 隨之就是一連串 所謂反基督教的同盟 就出現像那個 這種雜誌 反基督教運動啊 什麼 還有什麼 剷除基督教這種 口號 都越來越激進了 越來越激進了 所以1922年這個飛機運動 是 一個分水 是一個影響者 也決定者 而後 整個中國基督教發展 不管是外部 或內部 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知道中間 在這個運動以前是1919 出現了一個所謂五四 這個東西 就五四 是已經開始了 對宗教的 批剖 反對 但是 到1922 這個把宗教的批判 更聚焦在對基督教的批判 由於是基督教 伴隨著 跟帝國的私利有關 所以這已經不是 反傳統了 不是這個不夠科學了 而是 它跟中國的 被帝國的殖民 有密切關係 所以就顯得 極細的複雜 所以 科學與民主 這兩個主張 已經對 基督教是有所攻擊的了 到底 基督教 所不合民主的精神 這個 是不是科學的 那當然一直上升到 民主主義的這個情緒以後 就把基督教跟帝國主義的問題 就連接起來 所以科學跟革命的關係 應該是這麼說 如果武士這個兩個口號 哪一個更為突出了 無疑的是科學 要比民主的概念更為根本 換句話說 對武士的思想家來說 民主是所以能夠接受 因為首先它是符合科學精神 所以一切都在這個 以科學作為基本的判斷之下 來去檢視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意識形態 包括政體 所以也可以這麼說 近代中國受到科學主義的影響 非常非常的深 以至於 任何意識形態的主張 都要先稱它是科學 科學化的馬克思主義 或者科學的維吾論 或者 基督教 不是 社會主義 科學的社會主義 所以一切都是科學 為根本 那麼 也就會質問 到底基督教是科學的嗎 尤其是基督教所講的 強調的那個聖經 還有它那個歷史上 那個人物耶穌 是符合科學的嗎 所以在 這個思想的浪潮底下 基督教被拿出來 作為一個檢討的對象 無疑的是在整個大的 科學主義的思考脈絡底下 當然你會說 有些基督徒也從科學上面去回應說 誒不是 你看西方的發展 基督教跟科學還是相同似的 也是支持科學的 沒有像 那個他們所說的那樣 但是 這不純粹是科學了 科學主義 它要把科學擴大到 對歷史 對事物 包括對它的文明 做出什麼挑戰 要主義的檢討 所以 從一片這個反應 基督教的浪潮當中 過去一般都認為說 基督教反應的態度上面 就是進行所謂本色化 而覺得說 啊 中國這個可能 基督教不夠 中國化 不夠 這個 穿得不夠 多唐裝 所以要本色化 這個本色化這個用語 有時候太過於本色 就是會誤認為那是一個文化問題 我們本色化嘛 聽起來就是一個 夠不夠當地的色彩的東西 其實本色化的問題很複雜 它還有一個所謂交配自力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包括後來的三支運動 也被認為是一個本色化運動 那就說 教會能夠自主 自力去經營 不受到外國拆會的支配或者控制 所以本色化在權力分配的意義上 就是教會要脫離外國拆會的限制 或者掌控 而不純粹是添加了什麼 中國的色彩這些東西 所以看來看去還是一個關於 權力或者帝國有關的東西 因為無疑的你說教會的掌控權 還在外國的拆會和這些傳教性中 那首先教會就是一個帝國主義的一個場域 一個帝國控制治理的一個場域 所以在本色化運動的這個概念之下 應該了解到 其實這是一場完完全全在一個科學的前提之下 造就成了典型的一個政治衝突問題 也就是關於革命的問題 關於革命的問題 因此我認為在蘇里這個民國的基督教思想的發展裡面 由於整個大的環境都環繞著對於科學革命的關係如此的緊密 而這些著書立說的基督徒知識分子 也在這個主題上做了相對比較多的回應 而這個回應越多以後呢 就逐漸的形成或者醞釀出了他們對耶穌的理解或者詮釋 把耶穌理解為一個革命者 耶穌理解為革命者 所以這個大的思想背景是從這裡產生的 民國沒有比這篇文章更廣為人們認為是所有飛機運動裡面的一篇代表作 就是耶穌是啥東西啊 這個朱志信是一個革命老人 加上他在黨的地位也高 加上他這個題目很熟透 所以在一般想到飛機運動的文獻 這個是最代表作 而代表作不僅是這個短篇東西寫的夠刺激 夠具挑戰性 還是他當時的宣傳和廣傳度是很高 你看1919年12月25號 就是在這一天發表這個所謂耶穌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就很針對性對不對 12月25號幹嘛 聖誕節嘛 聖誕節的耶穌專號上面 《明國日報》的耶穌專號上面就發表這個 而且這幾個主題都很關鍵 第一個討論歷史的耶穌 第二個就討論聖經中的耶穌 他區分 你說聖經的耶穌跟歷史的耶穌是兩個 根據聖經你看到什麼耶穌 再來就是新教徒的耶穌 歷史上這些耶穌 人們怎麼解釋耶穌的 新理想主義哲學者的耶穌 那些接受了耶穌 到底他們怎麼把他能格化了 看怎麼 最後還批評了托爾斯太 托爾斯太的耶穌 這個沒有他沒有交代太多 為什麼這五個主題裡面 有一個跟托爾斯太的關係 但是也很明顯的看到 托爾斯太還是帶有一種能道 這個所謂倫理這個精神去看待耶穌 換句話說 所謂那些所謂新理想主義哲學者的耶穌 托爾斯太是一個代表性人物 其實這部小書是有一個根源的 等一下我會花蠻多的時間在談 這個書真正的背後的思想來源 或者更深厚的理論基礎的著述 是一本日本這個日本學者信德求水的基督抹殺論 所以耶穌是什麼東西裡頭就提到 他是受到信德的基督抹殺論 這本書後來又被翻譯的名字叫做 基督是何許人也 最早是叫基督抹殺論 為什麼叫抹殺 我們再看看什麼意思 其實基督抹殺論的出版是比較晚 1924年 所以1919年已經宣傳了 所以1924年當基督抹殺論出來以後 這部書也立即的引起了很熱烈的討論跟廣為流傳 是因為朱志信在他前面已經做了一些散播的工作了 那基督抹殺論究竟是怎麼樣的一本書 為什麼可以說耶穌是什麼東西是基督抹殺論的簡易版呢 簡易版 好 朱志信在耶穌是神的東西裡面 最後總結出這樣一個很刺激的話的 他怎麼形容 耶穌他說耶穌是口是心非 偏下利己 散入 好復仇的一個偶像 這個經常被人家引 因為 很少把耶穌講得這麼壞 還可以 把他認為 純粹你們都把他 說錯了 就是把他偶像話 把他說得那麼美好 其實 完全是 另外一面 口是心非 偏下利己 散入 好復仇 朱志信之所以質疑宗教 主要是因為他認為 耶穌這個人物對中國的革命是一個阻礙 所以他提托爾斯太 托爾斯太這樣搞成一個 耶穌是一個無抵抗主義者 那就是個妥協的耶穌啊 那這個我們還搞革命嗎 一方面一切宗教都是迷信 他變成是個奴役人的攻擊 反對這些奴役人的攻擊 那是因為他阻礙了革命 如果青年人不去革命 而去信教 那中國還有希望嗎 所以只有否定宗教 才能讓年輕人真正的去實踐 實踐所謂革命的目標 所以朱志信其實 嚴格說來他還是關注革命問題 只是他必須放在一個科學的帽子底下 來去說服這班年輕人 基督教不可信的 你要跟隨基督教 可是基督教不科學嘛 所以基督教不科學 第一個當然他的虛構是要被揭露 他是其實聖經裡面講這個人物 這個人真的存在嗎 真的這麼有非凡能力的嗎 所以他認為聖經講的 這都是滅造的神話 第二方面就是說 那你跟隨一個虛構的東西 那我們這些年輕人 那等於不會走上革命 因此一方面打著科學 一方面要引入他們走到革命 因為耶穌是個虛構人物 而耶穌也對革命 也對革命無助 以革命的發展 所以這就是從這個小冊子裡面 留意到為什麼 耶穌的爭辯 後來跟革命的問題 形成的那麼緊密的關係 這都是反對基督教者 提出的問題意思裡面 引出來的 所以你也可以這麼說 後來的基督徒做出了 這一類的詮釋跟反應 是跟著這個問題一直跑 所以這些問題是沒有抓住 就不會明白為什麼 他們會往這個角度 或者這個方向 來給耶穌一個在中國 思想語境當中的一種形象 這個是整個問題的背景 所以朱志信就指出 這種基督教不可能救國 它原來它就是一個進步主 進步上面的最大的障礙 因為它是迷信的 所以五世以來反傳統 反傳統就是反傳統的那些 奴役的迷信 那就是對進步是抵抗 所以必須打倒它 要剷除這些封建的帝國的 這樣民主革命才會成功 所以基督教是革命事業的 一個重大阻礙 所以必須打倒 必須反對 所以基督教在朱志信的 這樣子的挑起以後 就形成了各類這方面 關於革命與宗教的爭論 到底基督教的本質 跟其他宗教一樣的嗎 基督教在哪個意義上 是比其他宗教還更進步 然後說 這種宗教會使人變成保守嗎 或者它是不科學的嗎 所以革命與宗教問題還是在追問 耶穌是誰 耶穌能給中國帶來進步嗎 耶穌真的是革命的阻礙嗎 所以耶穌的基本精神和什麼人格 它跟現實的中國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知道民國當時 基督徒裡面有一個所謂 人格救國這種概念 這種主張 也不意外 因為中國的社會 很在乎的就是這個人之整 這個人格是如何的 你要不在人格上面 作為一種表率 可以說服我 我何以要跟隨你 我何以認為它是 我們的精神的指標 或者能夠帶領中國 走向一個美好或者盡力 而且呢 因為這種爭論非常的深入啊 甚至為了詆毀或者反對基督教 很直接了當的一種 最人格上面對耶穌的侮辱就是 耶穌其實是一個私生子 這個談判 朱志信也講 所以耶穌不可能怎麼同女生子這件事情 就說他有不可告人之處了 所以呢 就編出那個神話 說那個同女會生子 其實他是私生子 所以就剝奪 一方面剝去了他那種神話人物的這種形象 再來就是對他的人格做了一種 詆毀 當然你年輕了還要跟隨耶穌嗎 就不用了 這個就是 這本書厲害的地方 這個小誌子 我覺得不是 這個作者也不是宣傳的 他處處都精簡地點到基督教的要害 而他的思想來源就是信德求聖 這個人物的作品 信德其實是在日本一位很有名的社會主義思想家 他最關鍵的一個事件就是那個大逆事件 就是他去不是不禁事件 不禁事件是那個內村建山 是不向天王鞠躬 他是大逆 就是要殺掉暗殺天王 所以他是被這個罪名關在獄中 甚至判死刑的 可是最有趣的是 他獄中裡面最後一本書完成的 是一部戰鬥性的無神論作品 題目就叫做基督抹殺 這是信德求聖 最後一本書 就是獄中書簡 這個獄中的最後一部歷咒 在1924年 這本《基督抹殺論》翻譯出版 在中國流傳以前 他已經有三本跟社會主義關係密切的書 已經出版了 《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 1902 《社會主義神水》 1906 再來就是《社會主義廣常省1920》 換句話說 中國知識界對信德求聖 應該是不陌生的 他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上 標誌非常清楚的 所謂激進的社會主義者 所以當他在基督抹殺論問到 基督是何許的 你以為他真的是要談 基督教這個問題嗎 要對聖經啊 對神學啊感興趣嗎 不 他其實是在反映一個政治的問題 這個政治的問題是針對天王而來的 所以這本書顯得很隱密 包括他後來那些為了替他 抹去他罪名的朋友啊律師啊 紛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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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请问天王还值得崇拜吗 其实这本书叫做《天王抹杀路》 就是完全是借由打基督教 揭露基督教的虚构的神话的 迷信的这些东西来讲天王 天王也是被神化了 天王也是经不起科学的批判和检验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达到第一本很政治性的注重 我刚刚讲说为什么那些朋友 第一个为了原来想减轻他的罪行 让他能够处理 第二个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 在北京商务出版那本《基督和学》 后面就附了三篇 律师的他的朋友的 一个他又学会的代表人物 替他想洗破军 在我看的那些文章都是故故 刻意剪低他的这本书的那种可能有的杀伤力 为了救他 其实我认为信德其实是彻彻底底的一个战斗主义 天王这个崇拜背后其实跟基督教完全一样 那都是建立在一个不科学的神话 虚构的这个潜力上 所以基督抹杀论这部书如果好好读 你还不得不惊讶 他还能够在狱中 经过宗教比较 比较宗教学 人类学各种方式来解释基督教 而且呢 如果仔细的看 这个人对德国争论的历史上耶稣的一些讨论 还是有所了解 其实日本接受基督教都在我们之前 很多这个所谓新的在欧美争论的东西 日本学界他们其实已经接触到了 所以信德有能够了解这些东西 严格出来也不例外 即便是一种翻译过来的东西 也是跟上了欧洲或者美国的基督教思想的发展 所以这部书在讲述对基督教 还有对圣经的研究的时候 是应用了很多 当时候不管在欧洲或者美国 批判基督教的一些著作的观点 尤其用宗教人类学和宗教肥角学 最终是要把圣经这一部被基督教示作是重要的经典 批评的提供 那当然宗教经典里面记载那些人物 那当然更不可信 包括耶稣这个人物 他是一个师生子 他是一个不见得光的一个在道德上有瑕疵的 所以新的秋水在这部书用了这么大力气来攻击基督教 他还是把它放在一种宗教跟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矛盾之下来去解释 所以从他的政治立场很清楚 他就是主张一种无神论 而无神论的对手就是那一些宣称之世界上有神的 不管是天王崇拜或者基督教 除非在科学上能够成功的反驳他们 不然怎么把这些有神论都意义博倒呢 而成为无神论者的队伍当中的一员呢 所以这部书是充满着战斗力 战斗性理由也很清楚 基督抹杀论批评了圣经的可信性 也就质疑了关于耶稣的记载 总的来讲那些都是神话虚构伪造 更是质疑了这种所谓基督教起源 跟所有古代宗教起源其实没有太多的差别 他甚至认为那都是一种跟生殖崇拜有关系 他甚至还拿这个十字架的这种形象跟领域 来类比那种生殖器 意思说这个跟人类学 这种跟古代的这种民族学的研究 他把它混在一起了 所以换句话说基督教哪叫什么进步 其实他跟古代所有迷信的东西 没有两样 所以因此基督教不可信 一起打倒 所以耶稣的真实性 在历史批判上面 他还原用了渡冰登学派的一种方式 认为当圣经这些作者加注了某一些对这个人物的想象以后 所以在书写的过程里面 这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耶稣这个人物真实的描绘了 不管如何 作为一个马克思和唯有用主义者 他压根就不相信有神迹这些东西 所以圣经里面讲了一堆的神迹 他认为不过是一种羞耻 这种羞耻呢 他认为在古代所有的政治的作品里面 都是存在的 包括对罗马皇帝的崇拜 也会用这类修持来塑造这种神格的英雄或者皇帝 所以换句话总结就是 如果过去的神迹 耶稣也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历史人物而已 所以基督教所宣传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可信的 而信德秋水里面最打击最着力点最深的就是 认为耶稣就是一个出生极为不明义的私生子 关于这个私生子的讨论 民国基督徒还真有兴趣 因为包括后来简佑文 后来即使跑到香港来了 他还念念不忘那一场 关于耶稣私生子的讨论 那耶稣是私生子吗 这种文章 沈志庄也写过 耶稣是私生子吗 你看中国的思想语境里面 他应该是对这个东西很敏感 因为这有点不明义嘛 母亲就不明义 那生下来的儿子当然是很可一样 所以尤其中国社会很重视这种 人格啊或者你那个 那个背后那种 蠢不蠢啊 耶稣就是一个私生子 所以耶稣是什么东西 早就挑出耶稣私生子 但是抹煞论呢,更强化了这个,更有更多的语句去讲这个话题 我没办法说这个是自习徒劳,所以总结就是说 信德认为社会主义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选择 因为基督教通不过科学的批判 要进步要理性,那才能够走向革命 所以这就是当时候整个革命的动力之下,所强调的原因 由于基督抹煞论造成难以估计的影响,基督教的反应非常非常的积极 而这个积极就在隔年1924出版了 很快,隔年就出版了两部反驳信德秋水之作 一部是由中国基督徒学者,以《凭基督抹煞论》这部书 1925年6月出版了 另外一个叫英雅各的,其实是一个外国传教士 写了一个叫《辟基督抹煞论》,那如果我们用现代的用语来讲 第一本《凭基督抹煞论》是属于自由派之作 《辟基督抹煞论》属于基奥派之作 而中国基督徒比西方传教士更进步 更加激进啊 就是更能够接受一个新的自由的科学的那种批判基督教的观点 而不是一味的用一种基本教育派的基调去回应的 那这一本合集,这本其实是一本合集《凭基督抹煞论》 这个写作的人,包括王之星、沈世庄、张世章 还有范...范什么回 范碧梅 范碧梅,就是范姿梅啦 这也就是范姿梅 范碧梅 范碧梅其实也就是锦上添花啦 他其实也不懂太多东西,因为是老很老 老汉领,他也是汉领的人 老博学了至少 可是他也插了几句 主要还是张世章在一起 还有王之星 还有当时也导了一批年轻的精灵的 懂外语的 参考了大量的外国研究圣经批判学 还有耶稣的这个问题的讨论 做了大量的介绍的功夫 所以什么都兵跟学派啊,什么黑格主义啊 这些人很早就介绍了 不得不感到我们现在比较退博了 现在这个很多的神学,华来神学院都不讲这些东西 好像不存在这一段一百年空白一样 包括我之前看那个吴雷川的作品 吴雷川被这个赵子晨羞辱 说他不懂外语 结果吴雷川也知道静静啊,确实不懂外语 一说,你不懂外语你写什么? 说耶稣是谁?耶稣的圣经学研究 其实我觉得赵子晨太欺负了 不懂外语了 人家他看了好文章 其实,吴雷川看了不少的这些文章 他认为他把耶稣的诠释走到这个地步 跟西方的学界是走在一起的 虽然他不懂外语 但是他读他们介绍外国的东西 有个叫海尔 有一本书就叫做耶稣传 最后一个篇章就在讲渡兵跟学派 而他是领了这个海尔的作品里面 关于历史上耶稣的讨论 换句话说 这些人后来走到革命者耶稣的观点 他们其实是成绩了历史上耶稣的争辩 已经不去讨论 不去涉入那种历史批判法的现场 直接的去回应了 到底耶稣是谁?耶稣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跟得上的 所以我觉得很惊讶 如果不看他们这些人涉入了真正之声 你很难理解 你以为他们是随便创造一个革命者耶稣 不,他们是衔接整个西方神学发展的一些问题 争辩,然后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省略掉了那些争辩 就进入到中国的思想里面去 由于熟知信德的思想背景 而王志欣这些人做出的反应不完全是护教 而且他们知道这背后有跟政治有关 所以凭基督抹杀论所要关注的是和政治联系起来的耶稣 仅仅以科学或自论的方式来反驳那些质疑耶稣人格的说法是不够的 基督徒还必须回答 究竟这样一位基督教是做主教主地位般的人物 以中国当前的情势存在着何种联系 这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场思想性的论战会延续下去 从耶稣是师生子吗 到基督教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凭基督抹杀论这个极致 由这些人联系起来出版 甚至还觉得一无未尽 紧接着就是在王志欣编的教友半月刊里面 还继续的增补了好多篇反击 继续反击基督抹杀论的文章 所以这个我看那个教友半月刊有三个问题 那个回应的文章特别多 一个就是非非基督教运动 反基督教运动 第二个就是那个废除不平等条约 就是五三残案以后 这个中国一些基督徒加上一些开明派的人 外国传教士也主张认为说 基督教不应该受到太多保护 应该有特权 所以有所谓非非不平等条约 第三个就是回应心得的作品 基督抹杀论 这些作品都应该是在他那一份合集出版以后 继续再发的文章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确实认为心得所挑起的问题 一定要好好重视 因为他直接的是攻击基督教核心 就是圣经 而圣经是不是经得起科学的批判 那再来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人物历史上的耶稣 无意的避不开 他们在批判圣经的时候 必然落入了一个被质疑甚至被否定的对象 那基督教一宣称信仰圣经 一宣称就说追随耶稣 那到底基督教如何捍卫来自于这一类的批评 所以这些学者熟悉了德国当时的圣经高等批判 甚至一些心悦批判学 以及近代科学如何影响圣经研究 甚至包括一些宗教经验 跟古代人类文明的发展 存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些变化 他们都有很不错的一种分析 所以总之他们就立正了 基督教信仰绝非是盲信或者迷信 而西方在激烈的经过对圣经和基督教的批判以后 你看基督教还仍然成为一个文明不可或缺的进步力量 这说明了什么类似这样子的结论就会引起了 所以凭基督教抹杀论是以开放或者现代派的这种知识姿态 展现了基督教是经得起批判 而且还勇敢的靠向理性和科学 所以一种在历史竞争中产生出来的文明 显然要比那强调过的奸奇 是否有神迹更为重要 因为他经过这种文明的洗练 所以这也是他们有别于保守基督徒的 保守派基督徒的原因所在 沈四川这个人物非常值得注意 因为在他的一篇序里面翻译的他其实是一个托尔斯泰的追随者 因为他其实也翻译过一本托尔斯泰的作品 这种背景也多少影响着他怎么去理解耶稣 或者他不辞在一种两极化的观点里面去看待耶稣 所以他说信德秋水以累禅之中文 是不是?应该是吧? 我中文不好啊 能做此基督抹杀论呢? 我海外长大 这个时候要讲得起来 让自己不会压力那么大 其学问以决心 你看他讲他参赞秋水 就致死反对基督教了 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他 况且他书中所缠的所有证据 当非信口慈黄者所得同日而语 他不是乱讲的 我们在肯定 所以那些 那种非基督教运动里面 那些信口慈黄太多 人家努力写了这么一本著作 是有根据的 肯定历史上耶稣 以否定历史上耶稣 谁对谁错还不敢能定 但一个人的理想不能 比他的人格高尚 便是能够的 而又证实的耶稣 不是历史人物 什么意思呢 他说 要比的应该是人格问题 而不是比别的 是不是历史人物 所以当凭基督教抹杀论的效用 留意到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他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人理想不能比他人格高 那么凭基督抹杀论 知是否虚实 对基督教就毫无关系了 对基督教就毫无关系 就没有义了 所以这个 他的理想 他的能格 即使没有历史的耶稣 那灭造这伟大的人物 历史的人 伟大人物耶稣 那我们也可以奉之为耶稣 有什么不可 这个话在保守派是很强烈的 没有历史上耶稣 可是神是装受 那又怎么样 如果这么一个伟大的人格 我们追随他有错吗 所以按我今日的解答 明日如何 我不知 其实历史上耶稣否定了 善的能力 依然不改 他总结说 对耶稣这种人格 这种理想性的人格 我们还是 可以捍卫的 或者追随的 善的能力依然不改吗 历史上耶稣否定是怎么样 这个话完全是 Eversway 史怀哲的 可刚讲破时代讲错了 但是史怀哲 他翻译了一本史怀哲的作品 什么荒野 什么开荒记 你知道史怀哲 做了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吧 一个医生 跑到非洲去传教 然后他又是一个音乐博士 又是一个神学博士 又是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 意识上没有比这个人更奇特的 上了博士学位 基本上能够 音乐 神学 还有医学 所以这种人格 史怀哲所崇拜的耶稣也是这种义的人格 所以史怀哲在历史上耶稣总结说 过去一百年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到底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物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不过 那又怎么样 如果这个人物的人格 和他的道德 仍然是我们的楷模 我们就可以追随他 我们就可以信奉他 所以这就是人格化 这道德仁格的义的耶稣 而不是历史上的耶稣 所以这个是神师庄可以接受的内面 所以神上保持的一种比较持平的 他说我也不能讲太多 到底你成功否定 意思上有没有耶稣 或 没有 有或没有 他都说我还是保持开放 但不管怎么样 一个东西是不能够 没有 就是善的 能力 所以这些讨论 我们 这个前面也讲过了 王志欣 因为是个主编 所以 在他的文章里面 也是带有一种 在总的回应上面 你基本的定调 他指出 从原理上来讲 革命就是求进步的一种手段 基督教是进步的宗教 对于人的肉体和精神生活上有任何痛苦 基督教是欲尽其解放的能力 以复还人们天赋的指引 此基督教当然是革命的 为他们要负习打倒一切 压迫人的魔鬼 解除人类一切的痛苦责任 不独应当努力 精神方面生活 也应该从事在精神以外的社会生活 政治经济的革命 所以这是关于王志兴把他又引回这个革命的话题 王志兴后来写了一个文章 跟朱之幸的标题是一模一样的 名字就叫做耶稣是什么东西 耶稣是有七种东西 耶稣是人 一个犹太的平民 耶稣是无产阶级 耶稣是实行家 耶稣是革命者 耶稣是伦理学家 耶稣是社会主持人 耶稣是热心拯救者 耶稣是整个人类文明 理想和宗教 道德 政治 经济的最大楷模 什么都包含了 这个是 耶稣是什么东西 同样的一篇篇名 王志兴定调 耶稣有这七大 七种东西 就这类东西 他是个平民 他是个无产者 他是个革命家 他是个不是光说不练的 他是做事情的人 他重视精神生活 他解决民生 他最后还有个大同主义的 这个胸怀 所以王志兴总结基督教 不反革命 不是反革命 也不是不革命 因为基督 耶稣本身就是革命者 所以追随耶稣的基督教 也就是革命的基督教 耶稣是什么东西 是犹太当时的无产阶级 而富有革命精神的人 他的门徒及后世信仰他的 把他的言论组织起来 就成了一个宗教 推崇他为宗教的教主 也附带许多神秘遗传的宗教色彩 而失去耶稣本来的命名 你看他也主张 是啊 这很难避免啊 甚至西方称之为基督教国家 也不明白耶稣就是的真精神 这个要撇清 跟帝国主义的关系 银 买 卖 还猪啊 买毒还猪 买毒 买毒还猪的方式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说有一个盒子很漂亮 然后里面装了一个珍珠 然后那个人 他就为了得到那漂亮的盒子 然后他就整个把它埋起来 所以就把珍珠还给你 他就直接被盒子 他就直接被盒子 珍珠比较珍贵 这个 然后他买盒子 谢谢 黄志行的国学还是好的 哈哈哈 讲的这么好 因为 就是西方基督教国家 只是买盒子 不得把珍珠给抛弃了嘛 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介绍中国来都介绍那个盒子 所以到中国所传播的不是耶稣教 而是基督教 所以中国固有宗教思想 看起来没有帮助 反而搞得无数的纠纷 所以帝国主义是利用他做先锋 所以这不是共产党才讲的 基督照就讲的 实行其侵略政策 以致引起一些社会产生 现在我要说一句五段的话 西洋式的基督教在中国迟早要推翻了 而耶稣的人格和精神是永远不会消灭 所以我们中国人应当多多地促成本色教会的实现 休息一下 没有休息了 没有休息了 为什么刚刚有铃声在下 铃声都是铃声 这么刻薄 铃声的少点下课吧 啊 马上吹住我快点再找一下 哈哈哈 把三杰的那个下课时间合起 哦 那你们 你们不累我累啊 我 哈哈哈 讲 讲的太 你要说什么 太激进了 哈哈哈 会累的 呃 要继续吗 好啦 继续了 早点回家 再一次 谢富雅 你看他也写过一本叫 被压迫者的福音 也是把基督教示作是革命的 耶稣就是一个革命者 他是一团革命的烈火啊 他对旧制度 旧文化 旧思想 用最猛烈的炸弹头 将入去啊 他抛去饭前洗手 那个 犹太教那种 里亚 排弃十字街头祷告 大家都可以找到圣经的一句啊 他只是把 他用这个现代口语来讲 排弃了安息日 绝对安息 所以他对 罗马帝国强权施施起 严重的抗议 所以后来那个所谓 圣经学研究里面 那个所谓 后执民批判 这些都是后执民的论 反对罗马 反对罗马帝国 这个帝国的统治 这都是耶稣的 后执民的一种诠释 这些把耶稣是做革命者的 这个视野 视角里面 非常重视罗马帝国 跟耶稣 身在罗马帝国之下的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包括后来九五零年 朱维之写了一本叫做 革命的无禅者耶稣 不叫革命 无禅者耶稣 革命将士 无禅者耶稣 就是用这种手法 他一开始就呈现罗马 罗马是一个暴政 罗马是强权 然后对犹太人的压迫 各种的统治 这类东西 然后再突出耶稣 怎么在那个大的 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 发展一种运动 这种运动 必然是一个政治的运动 因为 他就身在一个被殖民的犹太 然后 他的言论充满着 大同的世界的那种主义 所以是对抗的罗马统治而来 所以那这些都是 很具代表性的把耶稣 如此理解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 关于革命的耶稣 可以列举有几本重要的代表作 和人物 无类川 是整个革命的耶稣 这个思潮里面 最 我觉得理论和思想体系 最为完整的一个 第一本 它的代表作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第二本就是 莫迪耶稣 这两本书都不应该 视作是一种 也如对话 这么简单的问题 其实应该 这两本书都视作是 基督教与革命的对话 第一本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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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刚好就是一个对抗 全盘西化一群人 另外一群的全盘西化像胡适这般人 全盘西化 他们就在政变这两条路 到底中国要走哪条路 一个应该是传统主义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特别的名声 我先看一下 那 胡内川其实是介入了这场 当时民国的市场竞争 他认为 其基督教是第三个选择 这不是国粹派 也不是这个 所谓西化派 而他最终 也是突出了 因为在这个意义上 基督教不是那个 西化派的 像西方 的那一套东西 因为他避漫西方 当然不是中国的 因为他认为中国 中国也是 遭遇到各种的 所谓 传统迷信 这种落伍封建的东西 所以基督教在这个意义上 比较持平的发展 所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部书里面 大量的解释了 就是耶稣 那种革命者的形象 革命者的形象 但是到莫迪耶稣更加彻底 因为 他对比莫迪的用意 很明显 他其实是在 把他对比 马克思的 这个 一个背景 因为 墨学复兴 有很大的 一个思想背景 就是把 莫迪士座系的社会 改造下 所以梁启昭有一句话 就是说 墨子是大写的 马克思小写的基督 所以梁启昭认为 墨子就是马克思跟基督的综合 他有宗教经常 他也有社会革命世界的经常 所以 古略川这部 莫迪耶稣必须放在 墨学复兴 这个背景里面去阅读 所以我一直感觉到 古略川是一个对学术史 掌握的非常 准确的 并且的 却有效的去 回应当时候 学术争论的话题 然后 从自己的基督教的观点里面 就怎么 在这场 论战或者对话当中 指出一条 特殊的道路 所以我认为这两部是 在革命者耶稣的 思想运动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 两部著作 而且是 我认为是 思想体系上面 比较完整的 因为后来相比较来说 其他人著作 就是比较 写作上面那个文章 比较单独的一种形式来呈现 像沈世双写社会主义新词 也是有意把 基督教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观点去继承的 包括 这部书 一开始就 蔡英梅给她写序 蔡英梅还称赞这本书 说 她说我好像没有特别留意到 但是基督教可以用 基督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她说从沈世双这本书 得到很多的启发 过去她没有意识到 基督教跟社会主义的紧密关系 那到章四章 那 这个更是一个激进者 那所谓耶稣主义讲话 王万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基督教的视角 去谈耶稣 她用了很多 那种 唯物辩证法的用语 去解释耶稣讲的比喻 耶稣传道里面的那些信息 什么用正反合 用这个直辨量辨 很厉害 这个人就用了那些社会 所谓 唯物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来去解释耶稣的一些言论 那么章四章有一本 写耶稣传的代表作 就是革命的木匠 革命的木匠 这部书 也是把耶稣视作革命者 但是要读出的是 他从小就有这种特殊的召唤 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 所以木匠的儿子 是属于底层的 或者是劳动阶级的 然后他是一个无产者的 这个角度 然后加上 他长期因为在一个家乡里面 是被歧视的地方 这个拿上了赤包的东西呢 然后又说 耶稣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贫穷者 在每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写一些圣诞福音的东西 但是张世章把圣诞节试作是儿童节 因为这个人出生的时候是个儿童 而且这个儿童是个贫穷儿童 所以这个儿童来的时候 要使那个有权者失位 这个是一个最为激进 最有趣的一个人物 把很多圣经的解释 所以后来我发现 那些什么拉美的解放神学 这些人都讲过了 都讲过了 喜欢路加福音那一段 那个以赛亚书一打开来看 怎么解释耶稣的那种出世表 他都解释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很有意思的 有思潮啊 在中国的这个 基督教思想史上 再来当然是吴耀宗 吴耀宗没有很好的人生记忆 去埋首富安 所以写的文章都是单篇 不过那些单篇 这样子贡献还是挺大的 而且这些都带有很强的 这个社会主义的形象 像他去政变基督教跟维吾论 之前我们这有一个 你看这个小册子 基督教维吾论 其实这个原来是一个独立册子 后来就收在 应该是收在黑暗里 还是有没有人见过上 我忘记 就这两本是一本的一个 他就收过 他说 基督教跟社会主义 只有百分之九十九十相同 只有百分之一是不同的 那就是一个是有神论 一个是无神论 当然你那个一可以放的大来讲的 但是他认为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冲突 所以他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去调和 基督教跟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冲突的 换句话说 他也认为基督教也是个革命的基督教 耶稣也是革命者 好 我们看看吴泪川的一段话 来稍微理解一下 吴泪川的革命者耶稣 或者革命的基督教是怎么主张的 在基督教中国文化一段话说 基督教唯一的目的是改造社会 而改造社会也就是寻常所谓的革命 纵然古境纵外的历史 凡是革命事业总没有不强制执行 而能以和平的手段高成的 其实吴泪川是一个暴力革命者 这老先生还挺有干净的 所以当他找吴耀宗给他写序的时候 吴耀宗就在序里面就不客气了 因为吴耀宗是个违爱主义者 所以一开始他就反对他 吴耀宗就反对他 所以怎么可能基督教是革命的呢 怎么去搞这种所谓强制执行 就为了达到和平可以用暴力 可以用武力的手段去达到 所以有人高举违爱主义显然指标准 说基督教不可凭武力以从事革命 这种和平的期望我们在理会上固然应当响应 对啊理想上是这样 但实际上想呢 如果要改造社会必须取得政权 而取得政权又必须借助武力 即使基督教坚持要避免革命流血的惨剧 岂不是使改造社会的目标虚构以中骨吗 他是革命 他是暴力革命的主张 而更有趣的是这个人 在更为彻底的角度去讲共产主义 他认为基督教共产主义到一种地步 连孩子都不是应该是属于自己的 所以他说耶稣讲啊 谁是我父亲 谁是我母亲 他说这个读中国书的 连血缘都完全斩掉了 所以他是一个彻底基督教派的人 这几乎西方都没有这么改 那包括后来耶稣家庭也是如此 耶稣家庭强调那个灵统要高过血统 所以灵统就是说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哪有什么你是他父亲我是他血缘不重要 所以他们从小这些孩子一出生以后 就放到那个婴儿房 婴儿房 母亲只有什么要定时喂奶的时候 再过来喂奶就走了 还要去劳作工作 所以孩子从小没有父母亲 这个血缘的父母亲 他只有一个老爷啊 就是那个经典营嘛 这个家里只有老人 其他都是兄弟姐妹叔叔伯伯 不过我不知道是无内川影响的 无内川竟然是否定 否定中国血缘的一种夫妻啊 还有这种人 亲属关系的 他认为基督教最彻底的公开主义 就走到了这一段 他认为基督教最彻底的公开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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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是一個很尊敬的勇於什麼什麼 耶穌還是很孝順的 換句話說這個在中國社會是敏感 你什麼都可以否定 你父母親怎麼可以否定呢 這個玄的關係 中國歷史上要否定就要付出很殘忠的代價了啦 所以你看後來那個 我看鄭國凡的革命 鄭國凡把這個太平堅都打下來 多少也可以根據這種 離境背道這種望主背典這種東西來攻擊他們 基督教的邪教 這個對中國文化幾千年的一個危害 中國的徹底 我清楚就拋棄了 所以你看吳六川是一個暴力革命者 所以這個是跟危愛基督教危愛 所以當時吳六川 二無曜中就說 如果基督教不講愛 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他認為 就叫什麼都可以放棄 唯一一個東西就是 就叫做為愛 為愛就是以愛為至上 莫敵耶穌 這也是五類傳 社會上的一切組織 皆與其經濟構造有沒有一些關係 換句話說 就是經濟制度 就是經濟制度為社會一切制度的基礎 是想看看世界上 國際間種族爭奪的條件 哪一桩故事因為經濟發生 所以人類中種種不平的現象 種種殘酷的事情 哪一樣不是經濟問題 對 還有朋友啊 親戚啊 家屬分分離奇 又哪一項不是跟 這個經濟有關 所以要改造社會 首先必須改造經濟制度 這是無可疑的 福音書記載耶穌的教訓 所以無論是因事論理或用比喻語言 多半是以人日常生活為教材 其中尤其提到關係經濟的事 馬克思最終是經濟 一切經濟這種所謂下層建築是基礎 經濟的問題 生產的問題 物質條件的問題 所以這個不是馬克思主義的 或者是這種 會有帶有這種社會主義經教的論點是什麼 都要著眼離 所謂從經濟作為問題的核心去把握 還有一段 這一鐵律 就是廢除私有財產 已經發明了幾千年 而普遍實現的時候還是已經上緣 且不必說普遍實現 就連一部分實驗尚且必要不得已 而經過革命流血而殘住 可見人的根性難處 正如蜀翼所說的 非道黃河心不死 所以只有聽其經過長時間的演變 乃最奈足歸於自然的淘汰 已成自然的定律 所以耶穌說 在人是不能 在上帝凡事都能 也許就是這個含義吧 可是他認為廢除私有財產之 其實應該是人類理想上面 幾千年來都想做的 可是都沒有成功 但沒有成功呢 不是說不能啊 因為對人來說不能 但是對上帝來說是能的 你看這個是一個很強烈的 這種比馬尼斯主義更強烈啊 非常稀有財產之 我們可以說 這個是 沈氏莊 我們可以說他是二十四節無政府主義者 因他認定已有的一切政治制度 無論以其為羅馬專制國 或是柏拉圖的共和國 都是造成人類差等階級的 唐使人類的差等階級 一旦還在 什麼公平公理是不會有的 可惜在這一點上 他的門徒 當子耶穌啊 甚至保隆都是不懂的 這裡面有一個 注意一個話題就是 他們當時候 包括我的一傳也在討論一個 所謂原始基督教的這個問題 為什麼叫做初代教會 因為一方面 他們要區分 基督教跟基督教國家 他認為基督教國家並沒有 真正實行基督教的教委 再來 基督教的歷史上 充滿了令人失望 令人難過的事情 換句話說 基督教的歷史 諸多的勢力都是顯示出 他們 背離了耶穌的教會 那耶穌的真正的教會是什麼 那當然要回到 耶穌最早的時期 第一代初代的教會 接觸耶穌的 這個視角也很有意思 也很有意思 就換句話說 所謂基督教 是什麼 還必須從歷史上去 清理掉 那些演化過程當中 那些非基督教的東西 但是要怎麼清理掉 當然就要還原到所謂初代教會 各位知道初代教會 最令人 經常提到的一件事情 叫繁物公用 繁物公用 對不對 所以他們認為 原始的基督教 初代教會 就是一個共產社會 就是一個共產社會 這個不自 這班聖經學者解釋 考斯基 恩格斯 都是這樣子解釋 我們剛剛提到 吳內川 吳內川的著作裡面 大量的受到 考斯基著作的影響 就那本叫做基督教的基礎那部書 已經 那時候已經有漢義的 那我不確定 恩格斯的那個叫做 原始基督教起源那部書 什麼時候出版 已經出版 沒有我不知道 但是考斯基這部書 確實是經常被吳內川引用 考斯基就是研究 早期基督教 這種社會 他之所以吸引人 那就是因為 他這種理想的 生活方式 而這理想的生活方式 就是破除了階級 還有私有的財產 這關聯 所以你看這一字的 他認為 所有問題都出現在階級 所以耶穌是打破階級 當然耶穌的追隨者不懂 保羅也不懂 門徒也不懂 所以只要恢復初代教會 甚至要恢復到耶穌 怎麼看待這個社會 他說 所以我們躺是有科學眼光的 平行進行看 現在跳躍和排演在我們眼前的 一些所謂過激主義 為什麼像耶穌那樣的猛攻呢 過激主義指的就是這半人 想強調這個所謂 廢除所謂的階級 這是因為耶穌精神 生活是完全出於中間的人物 而且祂是極端反對暴動的 所以一方面祂是激進的主義者 但是祂也不是說一定是那種暴力行動者 但無論如何祂對這個社會所採取激進的態度 是一致的 要廢除掉這種等差階級 因為一有等差 所有公平公理全部就不會再 就沒有了 這是沈世莊所講的一種 來張士章 張士章講述他的生平 也是一個重要的背景 因為流行在中國當時的知識圈子裡面 一方面受到俄國的思想影響非常深 各位知道毛澤東所說的嗎 俄國的實驗革命大炮一想 就把我們馬克思送來了中國 過去也一直很多人認為說 這個中國確實在接受這個社會主義 或者馬克思主義思潮裡面 是受到涅臨或者這一套俄國革命的影響 這個在行動上我認為是 可是在理論上 絕大部分的理論上是從日本來的 其實日本在民國時期 對中國的影響 從晚清開始就很深了 你說中國那些有名的思想家學者 從晚清以降 哪個不是到日本去 泡了一下就懂西學了 對不對 從梁啟超、陳獨秀 這些後來都坎坎而坎 好像自己很懂馬克思主義 是從日本哪裡學來的 所以這些現象很值得注意 我認為理論上面他們受這個影響 實驗上面他們受俄國人主義 所以俄國那一套的馬克思主義 其實是實驗派的 因為至少懂俄文的人不多 只是今天那種懂日文的人通過漢字 是比較容易吸收這些所謂先進的進步的思想 那但是俄國影響中國 最主要還不是共產主義 還是所謂無政治主義 就是哥魯泡河特經這些人 哥魯泡河特經影響張市長 正在上是說他原來是一個無政治主義者 知道他信仰基督教以後 他開始發生轉變 而沈世莊自己也是 克魯泡河特經的一個分子 他還寫過一篇 克魯泡河特經的人生哲學 來介紹克魯泡河特經 所以這些原來從無政府主義者 後來轉向基督教 大概也很難擺脫他原來的那些激進主義的 是他的思想元素 意思說他要怎麼變 他大概是更多是融合 把原來的思想融進了基督教信仰 所以張市長說他在民國十一年 就獨創了一個叫做 耶穌主義的這個標誌 所以他不講基督的 他講耶穌的 對耶穌主義 這是他創造出來的字眼 全世界大概沒有這個 耶穌主義的 就是J-E-S-U-S再加I-S-M 這個 翻來翻去翻不出西方人能夠創造這個東西 創造不出來的 只有張市長從中文裡面 就再翻回去變成外語才有的 所以沒有人講耶穌主義的 這個是只有他提的 當然這裡面多少反映的 他從耶穌的人性社會這方面來解釋更多 而不是強調基督這個帶有更多神性的暗示的 所以他後來說 這就是他宣傳的 他說 以後我曾經把馬克思主義 三個做綜合 分析比較研究 確實我覺得 耶穌主義在目下混亂的中國 更能提倡必要的 以現實的可能 張市長說 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假設 雖有有神跟無神的分別 可是他們的結論還是相同的 馬克思社會主義派所主張的兄弟主義 只限於同等的階級 就是根據修習相關的同情心 還不免發生階級間的醜惡心 所以基督教的論據 似乎比他來的更徹底更不便 還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派 所提倡的共產主義 只以勞力為標準 就是根據各取所值的原則 仍難免發生貧富不均的結果 所以基督教說法似乎比他來的更通順 更圓滿 所以這裡面兩個比較 同時又犯出幾個 基督教又超越他們 一個就是沒有階級 沒有階級 可是沒有階級就沒有仇恨了嗎 基督教不僅沒有階級 基督教還要排除仇恨 還有就是 基督教強調所謂的共產嗎 馬克思強調共產嗎 基督教也強調共產 不過 基督教更徹底 因為 馬克思的共產 也許 還是難逃於 貧富不均的問題 各個人力不一樣 當然他有很多背後的解釋 包括他解釋那個 耶穌講的一個比喻說 有一個人晚來工作 可是他 卻跟早上來的人 拿的錢是一樣的 那個 就是 同工 不同工同仇啊 不同工同仇 這個在公平上面 一定會質疑的 為什麼他晚到做那麼少 他哪個還跟我一樣一眼前 一眼前 所以他說 你看 這就是基督教 他的理想 真的 耶穌不管 你什麼時候來 但每個人都應該得到 他可以得到 哇 這個是 他可以認為 比馬克思主義還 還徹底的啦 好 吳耀宗 吳耀宗說 99 是相同的 1%不同 我發現基督教以為 論並不衝突 不只是不衝突 而且可以互相補充 我所謂能夠得到 這個結論一方面 是因為我基於 基督教若冠基本的信仰 尤其是關於上帝的祈禱問題 成家一番長期深刻的思索 探索 而不留於地的批判 另一方面呢 我又開始研究維物論 社會科學 以及他的出發點 關於社會 國際經濟政治等問題 我最近不管說 有什麼科目也說 但是正如我的基督教一樣 我可以說 我對他們的基本系統 也有一個大概的輪廓 我們現在 而以往的宗教信仰 實在太過微信了 我們只注意的是 個人靈魂得救 是來世永生 我們的宗教是 純淨的宗教 不求理解 不務實行 所以我們每日 只在耶穌上帝一些 爛熟的名詞上 而禮拜祈禱一些 乾枯的疑問上討生活 社會狀況啊 國家世界幾乎都跟我們無關 即使我們偶爾苦干社會事業 我們也以為只是附帶 不是宗教 這種觀念都是錯誤 它說我們信仰 只是生活的麻醉劑 我們的祈禱只是個人情感 也是興奮 而沒有社會的意義 我們的教會只是一些 不會積極作惡 也不會積極行善 不通不養的集團 我們的口號是中華歸族 是信徒增加 是靈性提高 不要說這些目的 不予達成 就是達成 也無非是添加一真正啊 以國家民族的生死 關頭當前的問題 毫無幫助 這種麻木的宗教 終究必為全國人民所托取 所以這個是它對基督教的批判 對反面來說 它對基督教應該是關心這個世界 關心國家 關心民族這些發展的主義的 這樣子基督教的這些 上帝或者禱告信仰這些主張 才是有益的 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 共產主義無論我們把它當作 工作的方法或者生活的哲學 都是有缺陷的 因為共產主義所以有缺陷 是因為它的基本哲學 這種辯證法無論 因為它注重相對事物 尤其是那些變動事物 而對於絕對的事物 那就是不變的事物 大致是無連 因為它過分注重事物的演變 所以它對事物的本體 沒有一個具體的概念 因此 唯物論就必須是無神 因為有神論像一宇宙間一個主宰 而這唯物論是我們不能想像的 唯物論也是一個危險傾向 忽略了一個人本身的價值 而有時把它看作是達到某個社會的手段 所以把人的價值的手段化 唯物論的這些缺點就是造成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國產主制度裡 有許多死人不滿的地方的主要原因 所以它兩邊都做了一些檢討跟批判 換句話說 它更認為理想上面這兩者應該携手了 携手合作 各自的優點能夠發揮出來 那個是最重要的 那個是最重要的 胡雷川過世的 不是 祝壽 七十歲祝壽 然後趙子晨就引了一段 原來在胡雷川的書中的一句話 來給胡雷川 等於對他的思想做個註角 只是一個 很能代表胡雷川思想 或者是這一般 主張革命的耶穌的形象的思想家 他們所表現的一個思想基調 革命的耶穌在中國 有列可以列出一連串的思想問題 從西埃革命的劉敬安 張崇儀 以及 徐謙 再來就是民國時期的兩個基督將軍 冯一祥、張之將 還有一些 學者 像張青世、胡雷川、孫之莊、張世章、王之興、簡佑文 簡佑文很有意思啦 簡佑文為什麼後來去搞太平天國研究 它其實是 完全是首先認定 基督教就是革命的 它想把這一段太平天國的歷史 解釋成為一個 像猶太革命史的演繹一樣 因為它本身就寫過一本 猶太革命演繹史 就想塑造一個 基督教在中國一次的革命的一次 就是 盡管是以失敗而終 但是作為 基督教在中國曾經嘗試過革命 它沒見過這個 代表性的 所以也可以把 簡佑文史作是 屬於這個 革命的耶穌 這套思潮裡面的一個人物 因為它是從事歷史研究 那是一個它比較不是太過理文化 但是它這個動作本身就是顯示出的 背後有一個思想的 光白的 所以革命的基督教成為 基督教歷史上出現 所謂的紅色基督教的這種眾活者 但是背後卻在理論思想上 已經有這些導真者開路了 所以眾活者、導真者是 吳雷川一篇文章的標題 所以導真者當然 這個跟眾活者是聯手了 所以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當中 吸引了一些基督教的精英加入 究竟這些紅色基督教與革命基督教的思想 存在著怎樣的關係 其實確實是非常值得深究的 所以我其實也在這兩者之間 想做了一些連結 這連結當然沒有什麼辦法 做具體量化的呈現 但是這種關係我認為應該是挺深的 一方面這些基督教精英 在思想理論根據上已經 多多少少說服了那種激進派的基督教精英 認為接受一種革命的耶穌這種想法 是不會跟自己作為基督教的信念是衝突的 而且還是可以起得一種一致的 再來當他們走到革命那條路的時候 也當然也就順理成章 因為他們不是只在理論上琢磨 他們而是在行動上去實踐的 這也是我認為基督教在中國歷史上 為什麼那麼微妙的能夠出現的這些 所謂比較激進的基督徒的思想下 再來就是在共產黨的革命隊伍當中 出現的一些基督徒的精英分子 這個關係確實應該是存在著一些聯繫 好,講完了 好,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我們開放一段時間 來做問答、問問題或者是討論 有沒有誰要先開始來問 哪一位要先開始提問 還是拋出一些問題來討論 趙老師 趙老師,教授你很專業的 不是,不是,我也有很 這個問題,然後我一直很有興趣 但是我從來沒有過過任何的研究 只是對我自己真的是很有興趣 就是那個時候的基督徒總會很多 變成我們自己的圖 就跟我做青年會 就我做青年會的時候 當時沒有涉及到這個問題 後來是隨著我看這個基督徒 因為我畢竟在近代史所 不是在宗教所 那麼就會更多的參加一些近代史方面的 研討啊閱讀啊什麼之類的 我就會發現 欸為什麼會有 就這麼多基督徒總參加的人 所謂地下黨 那時候參加地下黨是 絕對是生命危險的 就是要說你一次黨人 可能有紅色的傾向 就是很大 這是很大的風險 但是我自己沒有做過任何研究 所以我自己也很有興趣去了解這些東西 但是剛才聽到你這個講 都覺得說像信德秋水 我覺得早期的共產黨 接受了就是陳都秀李大釗 什麼這些人都是在日本人 我好像聽到你們說過 說李大釗的共產主義的這個概念 這些理論的接受 是他在日本的時期 而日本的時期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響 好像是說日本的 日本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 有很多時期 而且有幾個學者 很著名的學者 他們都是基督徒背景去講社會主義的 比如有一兩本介紹社會主義的書 甚至是基督教社會主義 這些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 比如我講一個人李維權 李維漢 李維漢不是那個也是 共產黨的第一屆 他們那個代表裡面的嗎 李維漢本身就是青年了 而且他到日本以後 他也是接觸到 從基督教圈子裡面 所理解的社會主義 所以這些 在日本他們 跟這個社會主義的關係 接觸的點是很自然的 確實我剛才同意你說的話 就是他們對共產主義的這個 中共對共產主義的接受 是從日本開始的 行動上是受了俄國的影響 是俄國派了人過來 他為什麼會找 主持啊 那找的人 他們可能選了李達昭 選了陳都秀 但是當然他選誰是他有自己的 誰願意來承擔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後來才把這個組織 成立起來了 所謂中共建黨到2021年 馬上就100年的這個過程 但是他們首先是在日本 接受了對這個社會主義 或者共產主義的這個思想上 但是我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相信的就是他們這樣子 想宣傳革命的包括 諸直性想宣傳革命的人 不管你是社會主義的還是國民黨的 他們為什麼要在宣傳革命的時候 想去打基督教 說基督教不是你們怎麼樣 他們有沒有有著作或者說 考慮說佛教也是個宗教 而佛教在中國或日本的勢力 因為基督教是最大的對手 其他的不算對手 為什麼呢 基督教是西方的 所以我為什麼基督教 為什麼西方的都 西方既然被視作是進步的 而基督教又從西方來 這暗示一件事來說 西方跟基督教的進步有沒有關係 應該有關係 所以這個一程就使他們 必須著重火力打擊基督教 佛教道將那些都不堪一擊了 但是只要把它講成傳統就拋棄了 可是西方基督教 所以早期很多知識分子 學子是很崇洋崇洋的 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對基督教好感 所以我認為革命當中已經意識到 基督教是他們的對手 而其中 國民黨黨員裡面很多基督教 而是它是西方的先進的文化 先進的思想 還有國民黨的黨員裡面 有一群基督徒 對 這是一個問題了 這群基督徒革命 他們革命是徹底的嗎 基督教跟革命的主張有沒有矛盾 所以他們曾經有過一場 黨內的知識精英的辯論 我去我寫過那一段 後來他們編了一個旗子 旗子叫做革命與宗教 就張正正編論 就是他們認為甚至包括 談論到三民主義基督教 孫中山是不是基督徒 然後什麼黨員 黨員跟基督徒有什麼衝突 他們都談論這個 意思說在黨內就有一群基督徒 而且又是核心的 所以另外一群人 後來人家解釋說那群人是共產黨 所以就是在國民黨裡面屬於比較親共的 所以他們的意識形態上面要排除掉 在革命的過程裡面 跟宗教聯繫起來這個關係 所以我認為基督教是他們感受到的 其中一個必須要對付的對象或者對手 必須應付他 所以他才會著力點 還有我認為在中國共產黨革命歷程裡面 有三群人其實是跟基督教在搶人的 一個是農村 農村當然共產黨也在啟家農村 可是農村基督教也很深入 那些傳教是 我們內地會那些他們在農村的 雖然人數不多 但是他們扎根的也很深 第二個所以你看他們去到 在西北那一帶的時候 他們很快的接觸到那個教會 所以共產黨歷史上好幾次的 重要的會議都在教堂裡面 教堂裡面開的嘛 尊醫會議 還有幾次他們逃難或者住到地方去的時候 也是找個教會 所以教會在地方那種偏遠的地方 它那個中心還是一個中心位置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學生 學生是青年 青年你如果爭取得到誰就掌握未來 而青年會大酸的基督教工作那麼強 誰要跟他們搶 第三個就是工人 工人也是基督教做了不少的 青年會啊哪裡青年會啊 誰要跟他們搶 所以共產黨一直都把基督教使作他們 最重要最關鍵的對手搶人 可能像佛道教那個時候還沒有像今天這個 類似於人間佛教這麼入室 那個時代的佛教還是退居三菱的 所以 可是現在這些宗教還是容易掌握的 才他們當政者來的 基督教還是難掌握的 所以共產黨才會說 基督教是外國滲透的一個組織 就是難掌握的 因為有外國勢力 所以 還是要對付基督教 佛教比較放心的還是本土的 這個沒有外國勾結 沒有外國勾結 佛教的外國勢力比較多 就算是配外國勢力可能是 斯里蘭卡或者什麼的這個力量 對 不像西方的這些有船艦炮利 對 在背後撐著他們的腰啊 對 那這個比如說把耶穌理解為革命者 這種思考 在二十世紀初期 因為你剛才講的已經是二十世紀初期 上半年了這次 漢語神學裡頭的理解 除了中國人有這樣的理解 還有別的地方有這樣的理解嗎 把耶穌理解為革命者 有啊後來的南美的解放 後來的 解放神學是後來的 對 六七年代也 對啊 包括北美的黑人也是一樣 黑人程度也是 都是下文年 對 但是 中國很早就很進步的 可能印度也有 印度也有 我猜啦 有啦 但是 因為中國 就 就是說 有可能是中國是最早的 對 中國什麼樣的都很強的 很多中國都已經有了 只是說 它 沒有放在世界史上面 被人提到的話 就忽略了 或許說 它沒有這麼大的宣傳力 對 它跟歐美沒有連接那麼強 或者後來中斷了 19年以後就中斷了 你不像南美 它一直跟歐洲的關係那麼一起 因為歐洲的帝國主義來嘛 就跟南美有關係嘛 所以不像中國切斷了 切斷了這個主題就好像自然消失了 所以說 你其實大陸唯一 很關於研究解放神學的書 時間上是 社科院馬列所的一個人寫的 他是把解放神學理解為 就是把它作為一個 就共產主義運動的有點變異 也有個 這麼一個 這個也對啦 因為 也可以說 我們也可以想得通 對吧 才就是說把它理解為 共產主義的在 在拉美的這麼一點變異化的 有 他們都用了馬克思的方法論 比如強調經濟啊 強調階級啊 這些還有強調革命啊 當然革命看怎麼 這個用語是什麼定義 但是革命也可以是 一種屬於一種激進的表現 像 南美也有很多 基督教的團體 有天教團體 他們是有一隊團體 嗯嗯 那也是革命的 或者什麼古巴的那些人 有會有多種影響啊 有有有 他們那種 天主教這麼傳統的國家 對 解放神學 被 原來被天主教定義為 是個一段 但就是因為他們認為 他用了馬克思的方法 用得到這套唯有主義的觀點 解釋社會 所以那個拉辛克 就是後來的本讀十六 就是定義 這些解放神學都是 這些詛咒都是禁書 就是批判他們是神學 因為馬克思是無神論 所以無神論 你用他的方法 那個得出來的結論是有問題的 一直強調 那就是中國人 有可能是最早的 我的想法是最早的 我替中國人出了口氣 站在世界神學史的舞台上 然後我替中國人出了 那張先生 我再來問教學生 然後我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您講的 如果二十世紀早期的這些 等於是基建左卿的紀錄圖 然後而且他們 其實很多是文化經 或者是正讀經 那種的身份 我想知道他們除了論述的生產 在當時有參與到什麼具體的行動 就是直接參與 比如說收會改造的活動 另外我想知道說他們在當時整個的這個華人的基督教的這個內部來講的話 他們跟傳統的勢力之間的那個力量對比之間嗎 參與社會改造基督教一致都有 特別你看他到農村去這種所謂鄉村建設運動 再來就是在城市裡面的勞工運動 那男女青年會所做的 因為我今天才跟那個趙老師談到我們在上臺 女青年會這個給那個女工 給他們上課 教他們法律常識 最後這班女工就是培養了共產黨的監視部員 再來就是男這個男青年會關注勞工還給他們蓋了宿舍 給他們很好的那種醫療關懷 所以這些都是基督教在具體的社會改造 但是他們也用這個詞的 意思說基督教是個改造社會的東西 因為舊有的或者資本主義所造成的 那種有序的社會就要去改造 那農村的像給他們獅子運動啊 還有那種農村的一些什麼耕種 耕種或者這種所謂農業 畜牧業的那種嘗試啊 就傳播這些知識 所以這些都是基督教當時候做的 類似這種改造社會的功能 所以至於那種激進的有沒有 其實那都是個體啦 因為你想到共產黨還沒拿到私權力以前 那就是都是在運動嘛 所以運動裡面是有一些關鍵角色 作為當時候也介入了共產黨革命的一些過程裡面 其實還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呃 呃 呃 後來這個牧師還給毛澤東帶了三個小孩 嗯 在他自己上海師範的一個叫大同六子園 其實就是掩護啦 就是這些革命孩子要有人信的過照顧他們 後來突然就被綁架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例子 再來就是呃 在長征的隊伍當中 呃 因為共產黨也知道呃 士兵呃 戰死也就算了 但是有一些受傷的也要人救啊 嗯 那誰的醫療技術最好 嗯 就是基督教醫院的人 嗯 那傳教師走了 最能信的過的當然是本地的呃 基督醫生 嗯 其中在長征從 南昌一直去到元安那個 那個副連璋 是一個關鍵的人物 他作為整個整個醫療的團隊這樣 副連璋 嗯 丁州的 閩南 閩西的 嗯 再來 像這個 嗯 貴州 有個故事 嗯 因為 那一年那個 長征八十週年 勝利還拍了一個電影 叫做 柏勒沙的 呃 長征 其實講的傳教士 嗯 傳教士 在途中被綁架 但是他 卻幫助了 蕭克將軍 讓他們順利在那個 貴州那種 齊齊不明的山路走出來 嗯 而且蕭克到晚年還想到他 說要是沒有他當年幫了他們 他們可能都死在那個山區裡 這個 知名人當時有一些 教室繪製地圖的那個 對 對 那個地圖 一個法文地圖 就是說 他們要有地圖 但是拿到地圖是個法文地圖 而外國 只有外國傳教士 他懂得法文 他翻譯 而且他帶他們出去 因為 你沿途遇到那些 貴州山區的 都是一些少數部落的 語言不通的 就傳教士懂這些語言 所以幫助他們 所以這些都是看來 好像 不怎麼起眼的故事 但我都認為 歷史上有些東西 你別小看它 它可能都發揮了一個 很關鍵的作用 你如果這個作用 這個事情沒發生 它後來導致的結果 可能這樣是另外一面 所以我覺得這些故事 都說明了 其實基督徒這些人 在革命的歷史當中 還扮演過一定的影響力 但你第二個問題 我沒有 就是他跟當時的 傳統的教會勢力之間的 力量對比是怎樣 傳統的勢力都是比較保守的 第一個 傳教士來 多數是保守的 當然除了青年會 這種比較世界的組織 年輕人嘛 你不可能保守 但無論如何 還是很難接受到 這一般中國基督徒如此的激進呢 像那個 剛剛提到 沈世莊 他 主持了 兩年還是三年 多的一個刊物 叫做文社月牌 文社 一直被認為是 在民國時期 基督教精英辦的刊物裡面 最輝煌的一次 可是就是短命的一次 但是這個短命背後就是 反映著傳教士跟 本地的中國基督徒的一種矛盾 因為本地基督徒面對的一些問題 會衝擊到傳教士的宗主國 還有傳教士的利益 結果他們挑起的問題 就會被視作是激進派 當然他們就分手 所以沈世莊在最後離開文社的時候 寫了一篇很長的報告 就是說明了 其實就是這個 立場上的決定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那種主流教會 主流教會吸引的人 也許粗糙著講 兩種層次 一種當然是 比較高尚媽媽 高尚階層的人 去教會 就是有點 那種上層上流社會的那種 那上流社會的 他們當然是維繫著 當作社會的發展 另外一種是底層的 那底層的是無助的人比較多 所以這兩群他們不會關心這些話題 至少他們都只是跟著那個時代的步伐前進 所以這群人是屬於第三類型的 但是也是 確實少數 因為他在知識精英裡面 以當時候的環境來說 精英還是少數 失智的人也不多 所以 但你說他少數就沒有影響力 也不必來 好 那您剛剛講到的那個 像他們去夜校啊 還有參與長洲這種活動 我聽起來好像有一個調委的地方是 就是他們去 比如說他們在夜校去培養的那些青年工人 可是這些青年工人後來是不是倒散共產黨了 而共產黨又是一個反對他們的政黨 就是為什麼他們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另外一股勢力 我在想這東西跟他們的組織化程度有關係嗎 嗯 不 他們發現到一個手段跟達到目標的這個時間 有一些矛盾 就等於說就等不起啊 但是基督教這種做法太廣不積極了 可是革命比較快 嗯 所以就造成了在當中只能選一個 所以走到革命這條路還是不快的 嗯 基督教就是很慢又要保持這個維持那個 所以那個郝君就講這個問題吧 誰 那個 刑君 刑君 好名聲 刑君 這個趙老師翻譯過的 他有提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說為什麼這些人後來基本上都顯得失敗啊 就是說 在這條改變中國的努力上面 基督教做得太慢了 或者 不可能 立即的解決這麼 這麼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看他那個書的結論有點自己認為 共產黨就超越了類似 也是一個所謂社會改造的一個團體基督教 嗯 那你不說來共產黨以前想改造這個 那那太慢了 嗯 在有在民國時期 在四十五年以前吧 共產黨對宗教的這個排斥或者是打壓的話 沒有提名的 嗯 明確的 那時候包括像佛連章 佛連章最開始他在紅軍長征初期他就跟著走的 一直走到了就和長征走到最後走到延安 他才慢慢對共產黨越來越信任 覺得共產黨做的這個事情 跟他的作為一個基督徒想做的事情 也沒有太大的衝突 就跟吳曉宗理解差不多 就是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一樣的吧 嗯 好 他最後決定去申請加入共產黨的 還是毛澤東可疲 他說 他說我不能放棄基督教 但是我又覺得你共產黨也挺好 嗯 所以我還是願意參加 所以他是特別 當時這個共產黨對宗教的這個 就是說打壓呀什麼的 沒有這麼明確 並沒有說 黨員一定不去新教 新教就不批除黨 黨員這個之間的這個 沒有這麼嚴重 他可能會用 又是同一戰線的 對同一 就是說 就是說那時候要團結 所謂共產黨的話 叫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這句話到今天也是這麼說的 叫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他沒有這麼明確 你說遵義會議他在教堂裡開 你現在去遵義會議的那個 那個遺址去參觀的話 你看他把人名的教堂 不是教堂 不就是在教堂裡 我知道那個樣子 都被改成是紅色建築的 不不不 那個旁邊的 就尊義會議有一個巨大的經驗 他叫當年開這個會的那些教堂 現在已經把教會 那種翻到別的地方 他這個教堂那個房子還在 對 你看你現在他也說這是教堂 對他來說 對共產黨來說這個是教堂 這就是一個房子 這是一個好房子 我覺得統戰跟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 能夠多大程度上吸納基督教的成分 這個可以分開看 因為共產黨跟宗教的關係 我們當然不是採取 非常當代這種後攝視角的說 共產黨就是打壓宗教 當然不會這樣看 包括共產黨跟會道門的關係 一直到1949年前後 他跟很多會道門 私底下是有大量的合作 來往的這個關係的 直到後來所謂什麼打壓可能會道門 然後剿面移關道 那個都是見過以後的事情 那這個比較早期的 我要問的問題 就是從兩個方向看 第一個方向就是說 為什麼當時這些紅色基督徒 他們沒有成為一個 政治軍事上的一股勢力 那反過來講 為什麼共產黨後來 沒有成為一個 具有基督教化色彩的一個政黨 對 這個算是我的一個 也不敢說是問題吧 就是會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對 對 因為可能素人不太多 我覺得素人不是很特別 有關係 而且基督教又是一個 跟外國有關係的東西 對 共產黨在革命過程裡面 最敏感的地方 因為有的目標就是要 就是剷除帝國主義的思念 所以那帝國主義 跟基督教 就長不親 所以很尷尬的 我估計當時即便是同情革命 又差異革命的基督徒 後來在這個意義上就站不住腳 其實應該說他們 嚴格說來都很虔誠 因為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 但是在那個環境之下 你老覺得你那個帝國主義這個大帽 你是沒辦法拿下來 那就很尷尬 其實有好幾個我覺得都很關鍵 我認為他們即便是共產黨員 他們基督徒的那個感受還是很強 但從基督派來說 他們肯定認為是有問題 可是他們表達出來的那個信念 你說從革命的這種基督教來看 完全符合那個精神 比如怨大的那個拱古生拱橫 後來他們都做到外交層次的位置 還有就是在元安時候新華社的一個負責人 叫普華人 也是個牧師 所以我覺得這裡頭有太多 所以說共產黨跟究教者 他其實有這種潛在的衝突是 你在那個革命歷程裡面不是問題 可是革命完成以後 這就成問題 那個 這個建國開國 在上面天安門做司儀的 那個叫做余清心啊 你是牧師啊 他們因為第一個 國外語好 而且他們都 盛陽漢大學出來 樣子長子 就是可以出到這個世界舞台的 所以這些人都 就叫做培養了這些 在出來那個 感覺到共產黨的形象都改變了 不是那種農村的那個形象的 他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 有意思嗎 就是說老師你剛剛在報告的時候 你是講到那個信德秋水的這個基督抹殺論 那其實他 我想他在中國可以引起影響 這不光是教內 其實他有一個更大的背景 就是那時候是一個就是遺骨的時代 對 就是因為聽到基督抹殺論 你就會想到那個白鳥父親那個搖順於抹殺論 但是更早 然後對中國的學界是更有震撼力的一種說法 就是把搖順於說成是虛構的人物 但是某方面 因為某方面來講 當然就是說 其實已經有這個底層了 比如說日本的一些 受到近代 比如說蘭克學派的這種歷史考證的影響 然後去把一些神話 或是一些古史人物 說成是人 把它說成是人的 或是把它簡直是消滅 這應該是一個更大的底層吧 就是說 因為剛剛報告聽起來 它好像是一個比較孤立的 就是說 引用之教內的資料 所以就是基督抹殺論 然後在這個諸子慶的這些想法 可是在整個知識圈裡頭 其實是一個遺骨的氛圍很濃厚的時代 就是說你把基督 把這個基督講成耶穌說祂是人 然後這個想法應該是大家都好像是有個共識 有人說祂是個人沒錯 但是祂是個好人 祂是個孝子 祂是個有德性的人 就是說這種講法 就有人用這種方法在幫祂圓嘛 就是把祂的神性再稍微加上去一點 讓祂不要被這麼磨殺 我想這是一個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背景啦 是不是 我同意啊 因為有人研究過全玄彤 在參與古史遍裡面 他認為 辛德秋水這首方法論 對他去質疑中國古代的一些作品 也發揮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這套方法論呢 所以古史遍 從這個例子來看 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過去那些經典 講的這些神話 那還原它的那個歷史 還原它的真相 其實都有一些 呃 可以說 除去它帶有神話 或者神奇色彩的原型呢 嗯 在自古以來 所有的民族大概 從這種所謂 人類學裡面看 都是相當一致的 這種 崇拜啊 這種 這種 神話的一種 形態的塑造啊 都是類似的 的確 有人討論過 全玄彤確實是 在這場故事邊 都是說 它的一些思想來源 就受信的影響 因為它比較接近啦 對 因為它連天皇都已經 把它等於結構掉了 對 但是這個其實 就百鳥複集開始了 是 是 金德袖水可能還是一些 比較社會主義 或是基督教 但是百鳥複集的影響是 整個中國的近代史 古代史 它是一個日本人 對 百鳥複集 所以 古時變他們 也受這個人影響 不是 古時變 信德 在古時變 不是你說那個白鳥 白鳥複集是一個原流啦 它大概在19... 1900年左右 就提出這個 遙順於魔殺論 但是 那估計剛剛他們那一班 故時運動 跟這些 日本的 學生 好像很明顯 有關係嗎 很明顯 對 因為百鳥複集 因為他們就是 很多都做上古時的嘛 對 上古時 所以日本學術影響 中國竟在太省了 所以也因為我們 太討厭 影響我們太省了 就自成情感上拿五下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還好啦 他們因為他們 他們的那個 還是 他們也是講究科學的 這個 是 日本好多的 都走在我們 所以這個東西 所以中國人 從那裡繼承過來 也很必須當然 他們 就接受吸血的東西 也很快 也很快 好 還有嗎 最後一個提問 最後一個 走人 走人啊 呵呵呵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的演講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謝謝 喔 有沒有興趣 有沒有興趣 我就帶走 稍微講一下 換下來不知道是什麼 喔 這部書啊 這部書使我能夠幾聲 像 張蕭托這樣子 台灣 台灣教會研究室的一個 專家之一 哈哈 台灣基督教室 沒有人碰過這個主題 而且 還是 血靈靈的主題 請一個馬來西亞的 腳亂聽話說 腳亂看過教會 使得 使得 兩派的人都要 把我給你磨殺掉 哈哈哈哈 這個題目 寫走了也不行 寫右了也不行 沒有 我就是在中間 看他們兩個 怎麼打架 哈哈 其實這裡面解釋了一個 其實解釋了一個 後來的迷思 就是這個迷思就是說 啊這個長老輝啊 這還參與政治啊 搞政治啊 然後那長老輝都很 急先鋒啊 很了不起啊 我這個有點給他們 落屁的啦 漏氣的 意思說他們是被迫走上 政治正面 走到 甚至走到這麼極端 其實也是 一種反面的結果 意思說 所謂獨立的東西 都是被寄出來的 當他們 退步可退的時候 或者跑到海外 已經不受到 蔣介石這種 權力影響的時候 他們當然喊得 越大越大聲 這些都是 很辯證的 也許 他們也沒有自覺到 會走到這道路 但他們兩個派 都是倒手的 什麼不管蘇格蘭來了 或者加拿大來了 都沒有這種 公共神學 或者社會福音 的這種 意象 沒有的 是在這個 凡是恐怖的 年代裡面 被別人打得 這個鼻青臉腫了 那你還不反抗 最後就走上反抗 所以他們常常都把自己 形容為台灣第一勇啊 你都坐在前面 我說沒有啊 是被人打到你 不得不反抗啊 你 喔 那個老師 偷偷告訴我那個 包臉神父 他上次見過這本書 喔 上次見過這本書 我上次見過這本書 我上次見過這本書 我認識台灣 教會歷史在 喔沒有 我就是在福大的上課 對啊 許多大哥他講怎麼講 那個黑人神父怎麼講我這本書 剛剛其實我想問說 因為老師從福大的嘛 然後福大的就是 福大的這些神父學者 他們現在目前怎麼去理解 有關於解放神學啊 從當時反抗到當時不喜歡 到現在又好像滿重視的這一段 沒有其實很早 武清正神父就寫解放神學 台灣兩派 羅光派是親國民黨的 因為聖美玲這條路吧 就是國大的董事長嘛 永遠的董事長聖美玲 可是耶穌會是另外一個 所以耶穌會神學院在搬 在處到旁邊的嘛 耶穌會跟羅光體系是不合的 耶穌會的那種社會運動 比較激進的 包括以前有一個叫馬鶴俱神 很有名那個被趕出去的 那個出來替他講話的就是 像房子龍他們這些 還談那個教會跟社會公益的問題 馬鶴俱神部也是個 也是個畢竟的 但羅光也就從反面 因為這個外國神父不應該在台灣 怎麼關心太多勞工啊什麼的 所以解放神學在台灣 其實不大也不成熟啊 像那個誰啊那個奧地利那個神父 叫古韓松 古韓松也是一個解放神學家 真的 他其實實際做了不少這些東西 這些神父暗地裡啦 也私下了比較暗地裡 做了很多這種社會底層的運動 社會底層 像樂森啊這些 他們都做了 對 你看 通過難過的事情又卡過去了 對啊 沒關係啊